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此亦有人集会抗议 声援李若热内劳的示威 其间更加有人洗劫银行 阻塞当地交通 而高中方济各就继续访问巴西行情 在李若热内劳主持世界青年日活动 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 而在较早之前 方济各就去到贫民区探访 他不时停下和民众聊天 又亲吻婴儿 高中同事呼吁参与反政府示威的青年人 要团结一致 保持对抗不公不义的心 对抗贪腐